您好 欢迎收看11月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宜慧 花莲县议会地区大会继续进行宪政总职讯的议程 县议员迪布斯一赖 他针对了国民中小学双语教育 还有产业文创设计 以及部落人才赔利和原住民特色农产品等议题 来和县政府讨论 希望县政府能够有更有创意的执行力 县议员迪布斯一赖 并且针对双语教育的政策方向 产业创意设计和原住民人才赔利 而教育处经费上可以进行调整 而每年的工会留学生的经费 可以变成游学的方式 把其他经费可以增加到双语教育上的师资 和执行推动上 今天的咨询重点大概是分四个部分 包括了国小国中小的双语教育 另外是产业文创的设计跟部落人才的赔利 还有原住民的特色农产品 尤其是这个国小中小学的双语教育的问题 我认为在预算的配置上面 其实必须要照顾到两万三千个小朋友 在预算配置上面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 包括了我们留学的政策 是不是稍微做修正 是不是把一年留学政策改成游学 部分游学 或者是把经费转回来放在全县的英语教育上面 另外就是所谓的赔利跟设计 设计的部分就是我们办了这么多年的活动 都一成不变是不是参照其他县市 能够让这个办活动跟地方做连结 创造商机这也是一个部分 另外就是所谓的赔利人才 就是我们所有付出的经费跟政策 必须要扎根 让基本的人能够连核销连写计划都能够做 才能够在部落里面 真正的为部落来做事情来争取预算来执行 这个政策或计划 那最后呢是原住民的特色农作物的发展 其实在原住民的 甚至是农业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只是说我们的农业处 是不是有注意到这个部分 在基础的这个部分来做这个整合 另外呢在做这个行销通路的部分呢 已经是最末端了 所以呢这个部分是不是 请农业处能够也做思考 现在迪布斯来表示 宪政推动各项政策 希望大家能够加以用心 不要老是一成不变 可以参考外宪式的执行方式 这样预算的经费才不会浪费的相当多 执行上才会更有效率 记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